一千年到兩岸都非常非常的複雜 说不清楚 但是今天这个讯息呢 引发了极多民众的一个关注 我们要来好好地谈一下 就是呢最近一连串的讯息 关于大家知道这一两年 大陆武统的声量急剧的升高 跟过去我们看到 马英九主政时期呢 两岸之间是真的是春暖花开 荣兵感觉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几件事情呢 它发生的时间点差不多 但是所在的区域不一样 我们其实可以并在一起来谈 美国的学者说呢 大陆可能会武统台湾 美国爸爸呢又要路过 一天到晚路过嘛 蔡英文表示肯定 怎么来看呢 第一个我们知道 美国的这个拜登新政府上任 那么大陆呢王毅喊话 喊话了以后呢 我们台湾现在成名通下 秋泰三上 秋泰三上了以后呢 讲了一些这个模糊话 大家听不太懂 什么叫做大陆的台独定义 他不清楚 他要回去再查一查 但是他又说 我们台湾从来没有恶意 我们也期待两岸春暖 花开 怎么样春暖花开呢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很清楚 如何春暖花开 那就是回到九二共识嘛 很简单 其实从马英九以来 一直都没有变化 但是在同一个时间点 昨天我们特别讲 在这个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全世界所关注的 今年这个主席呢 就特别强调 在地表当中爆发军事冲突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台湾 Q到我们台湾 在德国召开的全世界的安全会议 Q到台湾 这点确实我们台湾人 不能够这个睁大耳朵 来听一听 另外呢还有几个讯息 包括经济学人 这个刊物呢 写了一篇很惊悚 很惊悚的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的结论是 只要成本可以接受 大陆一定会武力犯台 还有习近平呢 会不会出兵的主要考量 是在于美国党不党得住他 做出了这样的一些结论 当然如果说你有兴趣呢 你可以把这篇文章找出来细看 这个里面呢 有很多电影场景的描述啊 什么就是 就是到我们台湾之后呢 街上已经冷清 已经占领台湾 习近平站在车上 咔猜一张照片 留名千古啊 这个非常非常小说话的 一个描述哦 另外Stanford的这个 大学的这个学者 专门研究这个两岸 研究大陆军力的 他告诉大家 他说呢 有解放军的将领 向他表示 习近平认为军方呢 有能力在一两年之内 拿下同时占领台湾 那么西方的专家分析 大陆可能会在五年之后呢 这个能够达成 武统台湾的目标 好时间点出来 有人说两年 有人说五年 还有这位学者 同时告诉大家 因为这边嘛 经济学人说 习近平会不会考虑出兵 主要在于美国 挡不挡得住 他那么现在 美国挡不挡得住呢 此刻的中国大陆呢 今非昔比 跟过去那个 中国大陆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位学者 他的研究中 他告诉大家 美国协防台湾的能力 已经是寒战之后 目前是最弱了 在此同时 也不要忘了 拜登上任以来 美国的驱逐舰 之前是通过这个南海嘛 现在也经过台湾海峡 美国第七舰队的 这个司令部就宣布呢 我们看到他们的驱逐舰 而卫不耗 当地时间 二月二十四号 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 例行性的 开过了台湾海峡 这是要释出一些讯息 当然大陆立刻回呛 这叫做刻意破坏 地区的和平稳定 同时会一路的跟肩 龙介兄 我想这个几个报导跟分析 是有他的依据 譬如说习近平会不会出兵 考量的是美国挡不挡得住他 但是大家也不要对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防力量 妄自菲薄 确实台湾的军事力量是不错的 那两年跟五年可以拿下台湾 武统 其实这个不必怀疑 如果以两岸要对干的话 我们是讨不了便宜 可是大陆我们研判 很多学者去研究两岸 就说大陆不会 贸然的去做武统的动作 但台海会是一个火药库 没有错 但讲的不是两岸 讲的不是两岸 所以台湾要克制 我们要克制 今天在台海 在南海 是中美两边角力越来越接 你看连F-15从日本这边飞过来 美军这边来到这边 我跟你讲 很多他们讲说共机犯台 清台不是 他就是美机来了 他就上来 他是宣誓主权 他告诉美国 这是我的核心利益 核心价值 再来你看大陆崛起 这是也不用质疑 你也不必去怀疑说 大陆我们以前看他怎么样 不要在以前的 以非无下阿蒙 所以川普搞这么硬 搞了两年多 他赚了多少 你看嘛 就是中美之间的角力 所以你要看大陆崛起呢 那慢慢大陆投入的军事力量 我们不讲大陆 第一个他讲得很清楚 我们不去侵略别人 我们的壮大 我们只会捍卫世界地球的和平 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 可是男孩 这就是我的核心价值 我们会捍卫我们家的健康 安全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大陆对台湾 他确实就是对台湾 但是你说轻易无同 我认为不可能 你把台湾打烂了又如何 你失掉了这两千三百万的人心 你要台湾干嘛 所以两岸是不是应该要坐下来谈 其实蔡总统已经转变了嘛 有释出一点善意 那你也可以讲 邱泰山是有善意 可是你不要结婚结婚 你条件跟台湾一发账目 你把确实就是把两岸的九二共识 跟一国两制 你把它应接在一起 然后塞到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嘴巴嘛 过去就是这样 2020就是这么来了 一岸嘛 你陈时中连在防疫 你都用小人之心 杜金子之父 你说这个有人影响 好 现在国台办讲了嘛 你 你是在假照嘛 就是说你是在隐射的嘛 所以当人家讲说 你是无中生有的时候 现在记者问你 你说我又没讲了 对不对 那你因为你们认为 隐射的杀伤力最大嘛 你不讲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就是在隐射 大陆介入我们采购疫苗嘛 你不要忘了 大陆这次还提供给COVID 一千万剂 那我们分到了这二十万剂 搞不好是大陆的 你要不要 所以马英九讲的是 不要有这个意识形态嘛 当要救命的时候 如果真的到处都买不到 大陆愿意提供疫苗给你 难道你以为讲说 我们防疫做得好 慢一点打没有关系 刚刚孟凯讲了 你没有这个护照 现在新加坡已经开始跟各国 看看各国打疫苗的进度如何 那我跟你谈好了 我们两国国民相互往来 就把大门国门就开了 观光也恢复了 经济也恢复了 可是你说台湾 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防疫做得好 你防疫做得好 人家不愿意进来 再来 你说我们慢一点没有关系 难道你还要 各位你像你长得那么漂亮 那每天戴一个口罩 如果你的口罩像我这么漂亮 那还好 你不能说 我们的生活习惯 每天就被这个口罩 已经绑一年了 难道我们不想解套吗 你要让这个口罩 让这个疫情 不断的影响我们 当全世界都解放了 疫苗都有了 所以这个缓缓相扣 那大陆的实力上来 我们也不必助他人的威风 事实上中华民国的国军实力 是不错 只是心防重于国防 现在蔡总统你 两岸有一点问题 风吹槽动 我们大家要团结在一起 是啊 我也想跟你团结 可是当你拿到政权的时候 你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打击在野党 追杀在野党 那到了危险的时候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 你说不是要我们团结的 所以两岸的问题 也没那么复杂 那如何坐下来谈 你说他们没有善意 你为什么不能先释出善意 那如果说蔡总统现在说 我调整这个两岸 这些国安人士 就是基本上 我们也 我也支持说 这个应该把它看成 是蔡总统的善意 所以北京 你也要对蔡总统 今天蔡英文 释放出来的这个善意 要良善的回应 两岸如果真的能坐下来谈 其实成功不必在国民党 如果能够谈得好 就是把这些功劳 归功给蔡英文总统 我们也乐观其成 那只是你去谈判 你要如何把中华民国 台湾最大的利益 谈回来嘛 对不对 那国民党要去谈 你说你要出卖台湾 我还没出卖 你就说我要出卖台湾 好那你不会出卖台湾 我也支持让你去谈 你把台湾最大的利益 谈回来 难道你要我们下一代 你们这些年轻人 你还要像我们过去一样 去当兵 还想反攻大陆 那你知道这三十年 怎么过的 你没有办法安排 你一个好好的人生 然后现在整个经济上来 大陆也蓬勃发展 难道你未来的三十年 扣掉前面二十年求学 你后面还有几个三十年 顶多两个 最后二十年你还要养老 你一点一个而已 难道你希望你整个人生的黄金时段 就是在这种被恐吓 要不要武统 要不要战争 要不要打 是这样过的吗 所以执政者你要有勇气 你要去面对 当然形势很险峻 所以我们支持你 当你要谈的时候 我们不会有第二种声音 我要支持你去谈 你不谈 你每天担摸跟他们捐五年 一年赚人家八百亿美金 顺差 每天挑衅 每天跟你玩 每个国家我们都有朋友 美国的朋友跟我们讲 你们顺差那么多 我们跟日本的逆差多少 我们跟美国赚的钱 全部都送给美国 日本这个逆差顺差 抵抢还不够 那大陆 我们跟大陆香港的顺差 刚好是抵日本的逆差 还超过三点五倍 八百多亿美金 然后你每天跟人家挑衅 所以我会觉得说两岸 兵凶占尾 但是不容易 万一中美在南海 为了整个 他整个印太利益 然后大陆为了他核心价值 两边干起来 要克制的是我们中华民国 我跟你讲 忙起意到 傻傻对人去背望 去做人的麻烦 犧牲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犧牲 是我们台湾这些年轻人 一生敢不然这样犧牲 因为你只要开干 你台湾不动没事 你只要一开干 你动手 我跟你说 刚刚迅速把你收起来 在这些论述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新的观点 大清你怎么看 就是因为时间表出来 有人说两年 有人说五年 然后用词遣词都非常的刺激 这个论述都有个共通点 说这其实是大陆所谓的 复兴民族 民族复兴的一个使命 跟一个进场 所以台湾是不是宣布台独 这已经不是一个促成武统的 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是这样吗 的确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两岸的情势已经是高度紧张了 原本可能没有这么糟 就虽然是民进党执政都还不至于这么糟 但是为什么会累积到这么高的一个对立的态势呢 川普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当川普发动了这个美中的贸易战 而台湾的民进党最后选择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时候 这真的彻底的激怒了中国大陆的人民 这一点其实是我最担忧的 就是过去长久以来 其实中国大陆人民对台湾人民 一直都还是存在某种善意的 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说 彼此就是有血缘上的关系 不管再怎么说几百年前都是一家人 所以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 这是过去传统在中国大陆民间的声音 可是最近如果你仔细看到 中国大陆的网友的一些反应 会让我觉得很讶异 而且我觉得很恐怖 所以当民进党没有办法得到北京政府的信任 北京政府对民进党也没有期待的时候 那么他就有可能把台湾问题 放到他的时辰表上来了 我相信蔡英文也嗅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跟味道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这一次的国防跟国安人事 大调整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一方面他摆出了以歌派为首的这样的一个阵容 给美国看给中国大陆看 说我绝对是很温和的 我不会要做挑衅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把文人 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少数少数有的这种任命 把文人的陈明通任命去做国安局局长 因为国安局局长过去都是军方体系出身的人 你现在摆了一个陈明通在那里 某种程度来说外界会质疑说 陈明通真的能够领导得了国安局吗 如果你要把一个所谓的中国大陆通的陈明通 摆在国安局 那当然会让我担心说 是不是因为你认为两岸关系 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了 所以现在国安局未来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大陆问题了 其他先都不重要了 先把大陆问题做一个解决 但是重点是什么 刚才绣方也讲到了 美国已经经非洗笔了 现在的美国跟以前的美国不一样了 美国的经济长久以来的衰弱 美国的基础建设工程的延后 在这一次的防疫过程当中 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当美国的经济受到了疫情的重创 最近美国还面临了其他的窘况 譬如说他的通货膨胀逐渐的上升 可是他的联准会又不敢升息 因为他一旦升息之后 美国现在的失业率这么高 美国经济这么差 所以他现在已经面临了另外一个困难的抉择 所以在此时此刻 对拜登来讲 他绝对不会想要介入台海冲突的 这绝对不是他的首要之物 他现在要想的是什么 他现在想的是如何赶快在今年把疫苗都打完 然后赶快进行疫后的经济重建 所以当美国没有办法 或者没有这个意愿介入台海冲突的时候 我认为台湾当然要仔细的思考一下说 我们还要不要这么冲 或者是我们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态度 递出一些橄榄枝 试图去化解可能会到来的 这个两岸之间的无法收拾的一个后果 我想让这个孟凯补充一下 你怎么看 刚刚龙介兄还有大清都讲得很好 在这个中美两大国的博弈当中 特别是在这个南海啊 在印太这个博弈当中 事实上台湾扮演的角色 有没有那么重要 也重要也不重要 台湾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 但是台湾呢 就是美国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棋子 足以这个戳中大陆的一个痛处 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 不管从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到最近经济学人 到这个Stanford的学者 等等等等 试出的口径都一样 然后把这个时间点呢 也写得很清楚 甚至把画面都描述给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意 是一个恐吓牌吗 我想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个前提 其实从美国 因为在过去这四年 川普总统他在做美中两大国的一个对抗之下呢 其实中国大陆确实现在就是美国第一号的这个对手 这已经是毋庸置疑 而全世界也分美中两大的这样的一个集团 各自都有互相的一个势力 即便是现在这个新任总统拜登他上任 他是民主党 但是他也不可能回去到过去八年欧巴马 那时候的一个状况 所以势必他现在拜登总统 他也是找出过去有一些共和党的一些路线 但是我们要讲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台湾一定要很清楚了解自己的定位 我们常常讲两墙之下我们难为小 可是我们要在这中间当中去找出我们那条出路 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重点 所以我刚刚在听两位前辈的分析的时候 我自己也就赶快画了一个图 你很会画 是这个我觉得有时候用图 这一张图足以代表一切 人家网路上常常讲说有图有真相 其实我画的大家应该看得非常清楚 两个很大的肌肉男互相在较劲 互相在对峙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稍微比较小一点的伸出双手讲说 至少我后面再补一句 不要打不要打仗 如果真的要打不要在我家打 你们要去别的地方打你去打啊 你们要在那边互相竞争你们去啊 但是不要在我这里打可以吗 不要把我家当成是战场 一样的道理啊 我们常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 打仗只要一讲到战争 没有人是赢家 大家都输家 只是输多输少而已 那最惨的就是 如果说你的地点 你的这个地方 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土壤 我们的生活环境 还被当成战场的话 那我们输得更惨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中第一前提是 美中绝对也回不去 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他们的对峙 是有逻辑性的 就说拜登的政府 他上任之后 他的国务卿 他相关的国安体系 单位跟外交的系统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是有他一套的逻辑性 他也是属于过去民主党 比较说的这种 抱团式的主义 所以会是多国多国 之间的一个对抗 台湾这次当中 就要清楚明白 自己的定位 还有就是 即便过去一直爆发 说所谓的武统 或者所谓的这个作战 或者是现在 刚刚如同秀邦姐讲的 就说哇 画面都有了 可是过去到现在的预言 至少到此时此刻 预言都没有发生 原因之后我们讲是说 台湾人也不是下大的 我们很清楚明白的认为 什么时候会发生 战争 当台湾的执政党 宣布独立的时候 会发生战争 可是另外一点 我们也认为 现在执政党 民进党 他也不敢宣布台湾独立 也因此才会有这种 一直在打插边球的状态 有没有 一下子又要说什么 这个国号好像跟 党会有点类似 所以说要改国号 改国徽 一下子又说 这个国歌也可以谈 但是我们国民党 也非常的清楚 你如果说要做修陷 那国民党不会当刹车皮 你要做去做 真的做了 你们有做什么事情 你们自己负责 民进党也不敢做 所以我简单的归纳 我只认为说 如同刚刚龙介兄一开始讲的 我非常认同 因为真的要打的时候 台湾人不是下大的 我们真的有能力 可以捍卫我们的主权 跟捍卫我们的台海安全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 不希望任何的战争发生之后 到最后大家都受伤 而台湾如果因为在这样子 两岸没有和平稳定发展 到最后我们的经济衰退 我们经济下滑 我们的发展不受限 到时候变成是落后的国家 谁要负责 我觉得执政党 你才应该好好思考清楚